有句话常说,身高不是距离,对这一群罹患软骨发育不全,俗称猪如症的朋友来说,人生因为身高而长出了不平凡的勇气。 在这间火锅店里头,店员平均身高不到130公分,有一半是猪如症患者,其他员工也都患有各式罕见疾病,导致常常在找工作的时候,第一关面试就被刷了下来。 原本在卖严肃鸡的陈静杰,本身就是猪如症病友,有天软骨发育不全,正协会荣誉理事长叶文龙早上他,提议为病友开一家火锅店。 他想一想,自己最能理解病友们受限于身高,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比想象要多,于是决定放弃稳定的收入,为病友们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来看看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圆梦,甚至还作恶公益,帮助更多人。 我是陈静杰,患有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症,俗称诸鲁症。 别人的一步是我的三步,我不会因为身体的缺陷而放弃自我,我会更加努力地挑战人生。 你好,大哥,好,我们进这边,这边请,今天要吃什么呢? 美花猪,昆布的,然后白饭。 亲切地为客人点餐和上菜,这里的员工个头特别娇笑,但让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们的服务。 东西也很好,很合我的胃口,而且服务也很好,所以才会是这样的。 我是网路上看到那个讯息的,然后就是这边都是身性障碍者的,就是小朋友,就是软骨发育这样,然后就想要来试试看。 平均身高130公分,店里一半的员工患有诸如症,也是俗称的小小人儿。 曾因为矮人一结,自卑感如影随形,但现在身高不再是距离,火锅店是他们挥洒自信的舞台。 套上板凳,拿着汤勺,咬起熬了几个钟头的高汤,尝尝味道是否OK。 蔬菜跟水果,还有一些柴鱼跟昆布,对,那我们没有任何的肉类下去熬制的部分,就是大骨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一锅的食材都很天然。 陈静杰是火锅店店长,和多数诸如症患者一样,四肢特别短,别人轻松握刀切菜,他们做起来很吃力。 因为我们的手指上可能都比较没有力,因为我们手指会比较短小,那我们主要是靠掌心的推进,就像菜刀,或许就是我应该是说已经适应了,但是我们现在小朋友还是会用小刀围住,小刀下去切,因为它可以整个的握住,对,因为他们的手也比较小一点。 在公家机关担任过约聘人员,和朋友一起摆过严肃鸡摊,会有这间火锅店的诞生,灵魂人物是他。 就怪怪的,一直贴这些东西,贴一些资讯就可以了。 叶文龙是软骨发育不全协会荣誉理事长,开火锅店,为病友创造就业机会,就是他的idea,自己的孩子也是小小人儿, 病友的苦,他最能感同身受。 去年刚好毕业的时候,他去面试很多,他是足迹卸的,他面试很多公司, 他说一个礼拜就找三家,三家找了差不多半年才找到工作。 他说,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很受挫折,他说,去一间很大的公司,上市上柜公司,他就去了, 还送到公司之后,他的面试官就跟他讲一句话, 你的身高,我们机器都比你高啦,我们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你可以先回去了。 听到开店的提议,陈静杰和女友姚景婷二话不说, 放弃卖严苏基的稳定收入,一口答应,因为在成长过程中, 他们也饱受异样眼光,知道病友求职不容易。 就是,大人总会说一句可能叫, 那我们刚好又符合这三个的要点, 对,所以其实以前会觉得这句话是蛮伤人的, 那这个我就要收起来。 青春期的静杰,曾因为自己生下来跟别人不同,埋怨过妈妈, 长大后渐渐懂得,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身高决定。 先从头切进去,然后转,顺时针, 那地头就会开始把它盛起来。 抱着理想带着一群生长者圆梦, 但开店初期,站在店门口观望的客人居多。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整天营业下来, 是没有半个人会进来。 好,先看,为什么里面的服务人员这么的不一样? 但我们那时候会试着,就是打开这个门, 你好,我们是卖火锅的, 那我们的蔬菜都是原型食物, 汤头也都是天然的, 你要不要进来试试看呢? 但有些客人会愿意踏进来这一步。 客人不愿意踏进来, 井婷就试着先跨出一步, 主动出级招揽生意。 尽管架子上的盘子, 对他们来说高了点, 阶梯比一般人难爬上去。 同样走一段路, 要比别人跨出更多步。 但眼前的障碍, 他们都有办法一一克服。 像假日,或是连假很忙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好害怕, 那说加油,可以的, 说对自己,信心还话,可以。 然后我们只要动作很慢的时候, 他就会对大家还会说, 跑起来,赶快跑, 跑啊,对。 走了,要出发咯。 先推,好。 小心,小心,小心。 在小时候带我出去, 我那时候比较好奇, 妈妈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一直看着我, 妈妈会用我说, 人家看你, 你就看回去就好了, 人家看你可爱啊, 然后说哦, 那时候就觉得哦, 妈妈知道就是, 可能国小的时候, 才慢慢了解自己的, 跟人家的不同。 嗨,老板好。 那我们今天要买菜,对。 似乎是遗传妈妈的乐观, 景庭的开朗也感染身旁的人, 跟着他外出采买的亭姨, 23岁,身高130公分, 罹素西佛市症, 这种喊病, 一样有身材矮少的问题。 那地瓜那个红色跟黄色都有, 都一代一代了, 好,那牛番茄了。 亭姨刚到火锅店工作时, 就连面对客人介绍餐点, 他都恐惧。 其实亭姨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他水比较安静, 害羞, 他第一次接触到陌生人, 然后客人点餐的时候, 边点边哭, 因为他很害怕, 就是对。 就会觉得不知道客人会说什么。 这个好特别哦。 青椒, 不是, 辣椒。 在充满爱和温暖的环境里工作, 天一渐渐开朗起来, 不再害怕面对人群。 有时候遇到问他说, 小朋友你怎么还没开学? 以为他是小朋友? 可是天一几岁了? 23。 23。 我以为他是小朋友。 对,他就说你小朋友你怎么还没开学, 买车还没开, 他Picky会怎么讲, 他说明天开学。 你常来哦? 是是是, 他们只要店里面有缺东西的话, 几乎都会来这里啦。 他们让你最开心的地方是吗? 他们都很乐观嘛。 我跟他们一起很多大家都很乐观, 每天都效果常开的, 很棒啊 喜歡這份工作嗎 開心 那在這邊工作 現在最開心的地方在哪裡 開心的地方 跟大家互動 好吃的便當 現做的便當 好吃的便當有七種口味 這是三飛機 三飛機跟公跑雞丁 是雞腿肉下去做的 用餐時間 店裡 店外都忙 除了賣火鍋 他們也在門口擺攤賣便當 本來是為了在疫情期間 能多增加一份營收 現在部分便當拿來做公益 人家看到我們需要被幫助 但是我們 又可以去幫助人家這樣 所以很多其實我們也有很多 外界的善心善款 它其實是想要幫助 我們這些小朋友在這裡就業 但是我們 更希望的是 用這些善心善款 去回饋更多的社會 更多的人 身高改變不了 但他們有能力改變未來 小小巨人帶著勇氣 在夢想道路上奔馳 人生一樣有無限可能 謝謝光臨 掰掰